這次來到企財科從頭認識系列的第一集 講解從頭認識當然是由頭開始 如何學習這個企財科 不過只限於會計的單元 因為文字方面 我相信暫時同學根據書本學習 應該不是太大問題 如果有機會我們之後也會有機會拍這些影片 但從複式簿開始 既然是從頭認識 我們當然就由一個會計等式開始介紹 會計等式主要是說兩樣東西 是雙等 為何兩樣東西是雙等 其實我們要做會計 就是要記錄一間公司中所擁有的資產 負債和資本 如果不知什麼資產和負債 等待我們再解釋 同時記錄我們的交易 總之跟錢有關的東西 我們都會用複式簿記錄 至於複式簿的用法 我們今天就在這個片段內未說到 首先最重要有兩樣東西 一間公司要開始去運作 必須要擁有一個資源 這個資源是有什麼呢 主要就是我們所謂的資產 所以你看到一個等號中間 你見到第一條的顏色變成第二條的顏色 其實只有一件東西在你的左手邊 就是資產 什麼是資產 等人再去解釋 這些資源一定要有人給出來的 否則這間公司是怎樣運作呢 資源不會自己飛進來的 所以另一邊就是資源的來源 那你想想 資源的來源 譬如我假設一間簡單 一人的公司 老闆就出了錢 出了一些物件 器材 加上價值 理論上就是等於 那間公司擁有的價值 所以告訴你 為什麼會永遠等於呢 譬如我舉個例子 我開一間一人的公司 我投資10萬元 同時放5萬元的器材進來 這個就是資源的來源 就是由我來來 老闆 就是東主 提供了10萬元的現金 再加了5萬元的器材 那就是總共是15萬 好了 那這15萬的器材呢 同時會放在公司入面 公司的名下去做 那我放了15萬進來 那你想想公司的資源 理論上擁有的金額 亦都是15萬 永遠會相等的 我投入了15萬的東西 不會突然變多了15萬 貴了的嘛 又不會突然變少了的嘛 除非我用了它而已 那你當然啦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concept 為什麼它們永遠會相等 那所以我們暫時統稱 所有我們企業擁有的資源 就叫做資產 資產 是好東西來的 那這些資產呢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企業擁有的資源 那這些資產可以是什麼呢 可以是錢 銀行存款或者現金 銀行存款很簡單 就是存在銀行的錢 現金就拿在手上的所謂的cash 那可能有其他有需要的機器 汽車 辦公室設備等等這些東西 都是資產 那這些資產呢 是用來將來賺錢 用來運作公司來用 甚至現金就用來幫我們周轉 賣其他東西 總之是一家公司 需要運作的必需的 一些元素 我們就叫資產 甚至是物業 公司的所謂的 樓宇或者office 那我們為什麼要擁有這些東西 剛才說過就是運作 運作其實公司為了什麼 說來說去說就是為了錢 所以就是希望得到 收入和回報的 收入和回報 那這些就是結資產 所以它是好東西來的 你沒有了這些東西 是不能夠去運作 那大家公司這些的 機器呀 錢呀 甚至買回來的辦公室設備 怎樣來呢 其實我們有兩個來源 第一個來源呢 就是所謂的資本 資本呢是什麼意思呢 由東主提供的 就是我投資下去了 投資下去的東西 我自己的錢 或者我將我自己家裡的 有用的 公司有用的東西 放進去做 用都可以的 譬如我們公司有多一部電腦 我家裡多一部電腦 我公司就需要一部電腦 我就拿自己的電腦回公司 這也是一種投資 投資從來沒有說過 一定要是什麼 一定要是錢來的 行不行 所以呢 換句話說 一些物件都可以 所以我們就是 東主提供的資源 那我就叫做 給你的容易記 就叫做私器公用 什麼叫私器公用 私家的東西 拿去公司用 我們就叫做資本 來源是東主 但是呢 第二個來源 第二個來源是什麼呢 就是負債 什麼叫負債 我比較容易明白 就是借人 那 假設我想開一間公司 我想做一盤生意 就算是李嘉誠 那麼有錢 都要借錢 沒理由自己出錢 或者當然他可能有 但他不想出錢 或者可能有些人做生意 真的不夠資金 那他就要問人借錢 問人借錢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就有一個叫負債的東西 所以呢 借了回來 做什麼 可能借來 放在這裡做現金周轉又行 他借回來 去買卡車回來 運貨又行 所以這些情況之下 負債 都可以是 購買一個資產 或者保留成為一個資產 去幫我們運作的 即是我們手頭上 所有的銀行存款 現金 主要是有兩個來源 一是由東主自己的投資 一是不夠 就問外人去提供 即是借 簡單來說 就是向人借借 這些就叫做負債 那我們借的來源有很多 譬如我們問 銀行借 銀行貸款 或者問人借 我們的債權人 即是我們的債主 簡單來說 就是搞清楚一件事 為什麼會計等息 是等於資產等於資本加負債 就是無論那些資產 怎樣來也好 是東主投入下來 還是問人責借也好 我們不理的 這些都是我們公司擁有的資源 去賺錢 去彈求回報 但是如果人家問你 這塊資產 怎樣得來的 為什麼你有錢買 或者這塊現金怎樣來 那資產的來源 我們就有兩個部份 一個就是剛才所說 資本 東主投入的 第二個 問人借 負債 那有沒有第三個來源 理論上就沒有了 要麼你自己出錢 要麼你問人借 好了 那麼 去回第一條式 無論資源 來源是借也好 還是東主自己出的錢也好 你投入去的金額 是永遠等於你公司擁有的東西 因為現金、機器、汽車、辦公室設備等等 這種類 換句話說 投入的資源 可以拿去賣 或者是可以保留為現金 換句話說 你無論如何 是拿了一些錢去買東西也好 還是拿了一些錢保留也好 價值是永遠等於你借回來 或者投資回來的錢 這是永遠不便的 這就是所謂的會計等式 即是你可能這些錢 被人借回來放在這裡 當現金也可以 你拿去買機器也可以 但總之你問人借 你加上你自己投資的錢 去買 放在這裡的數額 跟你去買一些資源 或者保留的現金 存入在銀行的存款 永遠是相等的 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所謂等於的 會計等式 為何會永遠都一樣呢 就像這裡一樣 這個情況 譬如 例子就是 他第一件事 東主向企業投入現金 那你就當田格仔 那我投入現金 現金是資產來的 三十萬 即是換句話說 你的資產增加了三十萬 是不是 那當然 你說這麼多樣資產 我們將來怎樣分 我開賬戶時 會再跟你說怎樣分 我都已經註明了 三十萬就是什麼 只是一個現金 現金 是不是 好了 那你就會看到 等於 等於 那這什麼是什麼 就說那資源 那三十萬是怎樣來的 是資本來的 因為是東主投入 那麼你就會看到 東主投入了三十萬 好了 接著 這間公司擁有的資源 就是三十萬現金 就相等 它不會不同了 投入來的錢 不會將很少給一塊 連同銚 也不會扔當三十萬 Disk 在公司 便利用現金去做其他事情 例如第二 現金扣入價值六千块的機器 其實 其實就要問 是 好了 现金拿去买6000元机器,换句话说,现金就会少了6000元,减了6000元,我们多了什么?多了是机器,所以加了6000元机器,但就少了6000元的现金,整体来说,整间公司的资源是没有多到的,不过只是转了一个形态,形态转了,由本来有6000元其实是一个什么?一个现金的样子,现在就变成一个机器,但我问你了, 那些资源的来源有没有变到?没有变到,仍然都是老闆投入过30万来而已,那30万没有变过的,他也没有投入多了30万,所以你看到,就算要加上30万加6000元现金,再加上6000元机器,仍然都是30万,都是没有变过,那别人就会问你了,那你公司拥有多少钱的资源?30万,那30万是什么形式?什么形式放在这里? 哦,有6000元是机器,接着呢,有294000是现金,接着就会有人再问了,那这294000的现金和6000元的机器,在哪里哪里给的?冻住投入的,冻住投入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意思,行不行?好,接着,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了,看一个例子了, 形式啊,这个形式来的,好,接着,如果我问人家借钱又怎样?30万不够了,那你就会发觉,我们就会借钱向HSBC,汇丰银行借了5万元,5万元,那我们当然资产资格多了5万元的银行存款,那为什么银行存款? 理论上,你问银行借5万元,它就直接入到你银行,好了,那接着,这来源怎样来的?哦,这5万元借回来的,借回来的,那来源加上,冻住投入的,就变了是35万了,是不是? 35万,那你们刚刚好,资产加上,而这里也都是35万,就永远等完咯 那人家就会问你,那些公司有多少钱资产呢?那你就说,35万,好了,那35万有什么形式放在这里?有是29万4千是现金,6千元是机器,5万元是银行里面 那可能人家就问,那你这些钱怎样来的?那些现金和机器,为什么有钱买的? 那你就会答人家,30万呢,就是公主投入的,5万呢,就是借回来的,那所以你见到汇计等式是永远是会等于的 那当然,这样讲一讲,可能你未必很明白,但起码你会立即知道,那个关系了,为什么资本和负债是永远要等于资产? 那很多同学呢,就搞乱了一样东西的,你要记住,资本和负债是讲的来源,我们的重点是在来源上来,这些钱怎样来? 好,或者这些机器怎样来?资产,我们的形式,它存在什么存在,什么形态存在在我们公司呢? 是机器,还是现金,还是存款,情况是不同的,而这些不同形式的资产,怎样来呢? 就是资本和负债去泵水过来,那投资也好,借钱也好,那金额永远是会等于你公司拥有的东西 因为你是没可能,投资的额出来会变得更加多的资产,或者变得更少的资产 那我今天要讲的东西是这么多,多谢收看